大家好 今天来看一下李庆 最近在看《庆日年》 他扮演女主角林婉儿 古装扮相非常好看 仙气四足 怎么说呢 我看过他的电影 只看过《朱仙》 今年看的 至于其他的 他好像也出演过《红楼梦》 但《红楼梦》老板也没看过 新版也没看过 我看的最喜欢看的是《三国演义》 老板的 《室友记》 《室友记》当然也看了 好 看一下他的命格 90年 90年属马 9月27号 天秤座 好 直接推一下好了 他的 这有些时候不需要 一定要知道说 他的几点钟 没必要 可以反推一下 他八字明显生偏弱的 一幕生在夏天 对 他的9月14号的 陆雪期 这是朱仙版的电影 朱仙 都是朱仙 好像都没更新 可能是忙着工作 好 来看一下他的 一幕生在秋天树沙子气 这个八字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主要是 我也只是分析他的事业和 对普通人来讲 比较关心的 事业感情 但对这种演艺明星 通常来说 本来就不太好的 一般来说 演艺见的都是分分合合的 很正常 这就是一个行业的特殊性 外界的诱惑比较多 俊男靓女也比较多 但是他的命格 确实他长相很好看 这个毋庸置疑吧 正观 代表丈夫 代表男朋友 正牌的 这个以幕呢 横在中间 他是有他的好处 也有他的坏处 好处是什么 帮手嘛 你看 这么经这么多 要用以幕来帮一帮 服一服 好事情 那不好的是什么呢 来争夺 争夺 争夺这个根 根为什么 根为丈夫了 所以他的感情不太好的 容易 这个 闺蜜也好 或者说这个身边的女性 反正女朋友把她抢了她的男的 有这种想 怎么这么狗血啊 以根和了 为什么 有些人说 他这么漂亮 还有人会 会那样吗 会一亲别恋吗 这个 长得好不好看呢 和这个 会不会这种 离情别恋会不会出轨 是两码事情 这真的是两码事情 而且 中国古人有句话 叫自古轰颜多薄命 有一定的道理了 你不能说完全都是 都对也不可能 但是有一定的道理 再结合这命格来看 也确实如此 以根又和 把这个 他都被真和掉了 容易跟别人走 那当然不好了 而且根经 丈夫的男朋友 他坐下是沐浴为之地 沐浴代表什么 桃花嘛 败地 败什么 这种就不是很正常的了 所以沐浴败地 自然而然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了 所以对他来说的话 他的感情运气是不好的 一看就知道不好 当然 可能有些人 也不在意这些 他是以为日生的 以为沙中金 不是那种高调的 沙中金是什么 沙中的金子 试沙里面的金子 相当于这个陶金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陶金 就是 这像泥水这边陶金 这个陶了一遍 这个水里面陶一遍 又一遍 那个金 金子是这个试沙里面的 你分不清楚的 和那个 和那个黄沙和那个黄金在一起 根本分不清楚 所以在人的性格当中就是那种 不喜欢被过 就过于高调的这种 他就不喜欢过度的曝光 不喜欢很高调 就很什么低调的 低调形式 这么一个性格 本身就正观比肩的人 他就容易有这种比较传统保守的 虽然说长得好看 这个是肯定的 沙中金 低调形式 然后八字最喜欢走的是水墓之地 他是07年 18岁之后了 也是07年之后进入鬼水云 好事情 所以来帮生 好了 所以说 但是这不畏运也好 所以我认为他是某 某的年份 为什么 某的时辰 写一下吧 他什么时辰都不知道 我认为他是吉某死 吉某死 某 为什么是吉某呢 因为汉某位形成三合 2019年 所以说 他八字最喜欢走的是水墓之地 所以说比如说 2015年 2013年都差点 2015年 任成年 任成年 把这个尘土和化掉 和绊掉 成土的某城办会 墓局 所以2015年是最好的 2015年几岁 23岁 对嘛 看看吧 2015年 14年成了什么最具影响力的演员 没有吗 2011年早年经理 90年出生 03年 03年是鬼魏年吗 那年鬼魏 鬼魏年 04年 04年的话是甲生属猴 生子生三合水局 冬天的时候比较好了 所以说他一到冬天就好 有些人很有意思 一到某个时间点 他自然而然就好起来 他的话应该是 一旦到了冬天 就是下半年的时候 他的运势就好 很有意思 到上半年 他就相当于说差一点 一年四季嘛 春夏秋冬 木火土金水 代表四季 我主要是得看一下他的事业嘛 有没有一年了 有吧 说问天空什么什么 天使各种奖项嘛 来了 13年 14年好像一步步都比较稳静 但是呢你说他 火到这个已经特别特别火了 那还不至于 但是你说他不火也不对 也是有一直有他的声音 就相当于这个人总是被提起 但你说达到那种顶峰还没到 也应该有这种感觉吧 那么今年的话 今年是一个猪年吧 猪年本身这个亥 今年是属猪的 亥卯卫山河木居 然后呢本身大运里面有个卫 卫土把它合掉了 这大运的力量来了 今年太岁 所以说今年是一个非常好的年份 山河木嘛 木代表什么 木代表是合作 合伙的事情 所以演电影 这个电视剧 它都是一个合作的事情嘛 所以合作共益嘛 就像现在的中国这个电影嘛 也比较严格 比如说有一些这个行为不当的演员 发那些事情 他整部电影可能都要下架 或者说切掉 那肯定会影响整个电影的品质 所以和他合作的话 那么自然而然 他就不会有这种情况 所以他合作的 都不会那么糟糕 遇到这种情况 什么比如说 有这种行为不当的 会被这个广电所切掉了 不会啊 所以有些时候合作 就是这种合作 人在走运的时候 他就有这种情况 人在走背运的时候 你投了什么 就亏什么 比如说 好像 你这个举例子的话 就是王思聪吧 好像之前投了一步 好像是 人在运势时候 做什么都比较糟糕啊 好像是被 被列为什么 被实信执行人员 好像现在取消掉 还是怎么样了 但是他肯定是不太好的吧 但早些他就有这个症状了 对吧 投资那个 万达影业 投资了那个 那部科幻电影吧 流浪地球 好像 白投了 投了进去 之后又撤资 白投了 你看 活活的这个 失去了一次好的机会 然后呢 投了那个 秦胜奥呢 又因为 那个谁 那个男的犯了 我忘记了 秦胜奥的男主角 又有这种事情乱七八糟出来 所以导致这个电影就被 下架根本就不能上映 然后又出现这种情况 那投资了这个熊猫 又有熊猫影 熊猫TV 又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能在倒霉的时候 你做什么都是错误的 就这个意思 你看 他现在随便怎么合作 都还不错吧 就这种 好 那他未来的发展怎么样呢 性格的话 是笔尖的 就是很好教 虽然漂亮 有些人是漂亮 就感觉自以为死 高高在上 一副冷冰冰的样子 他这个不会啊 因为是笔尖 把别人当做自己人 像他像这样的人 跟他借钱 他就会借了 无关多少 这个都会借了 好事情 本身的这个正观 是他的这个 悦得贵人嘛 好事情 贵人来和他 贵人运比较好吧 应该是属马的贵人 刚好做一下五火 属马的贵人 会能帮到他 好像他 他的这个被谁赏失 被李少宏吧 李少宏 属什么呢 五五年 五五年 丁佑 丙生 以为 李少宏是属羊的吧 以为 丙生 丁佑 五五年是属羊的 李少宏应该提拔他 或者说算是一个第一个贵人吧 这个毋庸置疑 那么属羊的 刚好也有 因为五味合了 属马的 还有一个属羊的 它是一个香合的香 五味合 所以属羊的 因为有些时候他就是这样 命中有的他终于有 喂土 就是羊嘛 以喂日嘛 五来合的 所以说 质量也是种贵的 属马的也是 那对 他未来明年发展怎么样呢 明年庚子年 庚金来算 哎呀 明年 也对普通人来讲不好 什么 为什么不好呢 因为这个 以庚一合呢 代表说 证人员来了 男的出现了 恋爱了 等吧 或者说也这样 但是呢 只为相川 但这种不是什么好事情 当然有些人说 明星谈恋爱 当然会影响了 不是的 有些谈恋爱 得到了很多的祝福 很不错的结果 但对他来讲的话 只为一穿 可能情感上 会容易受伤的 穿了穿了这个人 胃图 胃图代表他的 这一个 也算是他的一个 身体 这个身体指的是 身心灵嘛 身心灵人受到伤害了 这个 而且本身命格当中 就有这种像 根筋 是第一次贵人 代表说有好感 但这种人 他是自作败地的 败地桃花嘛 而且被这个合了 乱七八糟的 就比较多 这种没办法的 明年他就有这种情况 情感上的居多 有些时候 这种外人无从知晓 只有 我算过一个 或者我测过吧 也算是一个小演员嘛 刚刚起步的 恋爱了 然后被发现了 怎么样呢 被打压了 就被雪藏了 当然 你打造这种 这种地位的 他也不会说被雪藏了 只是肯定会受影响 那么失业来讲的话 至少在2017年 17年开始 17年就润水运 17年 1819 18年还稍微差一点点 还不还不还不是那么好 到未来的这个 今年19年 明年庚子年 庚子年植物一宠 哎呦 是不太好 所以说明年新丑年 明年新的丑位 明年是庚子年 庚子年 有好处 因为庚子 代表贵人 贵人来了 贵人来伴随的这种 危机也来了 就像人 我借给你钱 我给你帮助 你应该回报我什么 等等 会相等 所以明年一半 这个一半喜 一半忧吧 喜的是什么 有贵人更好的贵人出现 但是不好的 一些潜在的危机 是看不见的 是指未来穿了 穿了是拆台的意思 有些时候表面对你好 但实际上呢 未来的这种危害 还没体现出来 那么2021年 新丑年怎么样呢 新丑年 的话 这个丑位相冲 丑舞相穿 哎呦 今年其实是个顶峰了 或者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阶段 按照道理来说 也确实 这个股市也是波浪型的吧 总不可能一直涨 一直涨 波浪式的前进 或者说这个螺旋式的前进 他人的运势也是如此 对他而言的话最好 安稳一点 不要什么电影都去演 不要什么事情都去做 那么就是这么一回事情 明年后年 不容乐观 表面看起来风光无限 其实危机是福啊 因为本身的宅杀来了 宅杀绞杀了 明年止水又是相穿的 所以这个不妙 真的不妙 而且本身命格当中是一根和了 更因为丈夫了 男朋友了 容易有这种第三者 查阻的事情 嗯 希望没有吧 这个也就是 希望能性是美好的 但偏偏不是这样的 这个好像长得漂亮的女生 都是有这样的问题吧 未来的发展也确实 你说达到很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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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不过呢 有一点可以确定 他所遇到的那个男的肯定是有钱 很有能 第一 事业有成 不是那种一般的 不是一般来说 不会找到说 他是演员 他也找到一个演员 不会 就是说他 庚金嘛 他是贵了嘛 而且临着五火 文昌加悦德了 加太极 而且是在太岁 太岁为贵了呢 这一般来说不是那种说这种 什么演艺界的 不是 应该是做 这种政商界的居多吧 但大陆来说的话就是 这种 不管大陆也好哪里也好 应该是 应该是富豪吧 富豪富豪 当然有些人说演员也是富豪 不对 但这个肯定不是演员 跟金不可能和演员在一起 不适合演员的那种 而是和这种富豪的 或者说有一定地位的 那种 这具体的一些本来描述了 审核人员就告诫我了 不要讲得太仔细 我都不好意思 说得太仔细了 不然的话就要被疯掉了 被下架掉了 就这样吧 希望 希望人生美好 只是明年的话危机比较多 根金是有次大的贵人 但是同时带来的危害比较多 就相当于很多那种渣男 渣男会比较多吧 好就这样 拜拜 拜拜